终于看,在迷你世界中的烈焰星祭坛上有一把断剑 这个断剑上方散发着黑色的气息 官方大大说,这是古代英雄与邪恶怪物战斗时留下来的断剑 那么古代的神秘英雄在迷你世界中留下了几把断剑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,只留下了一把断剑 就在烈焰星的祭坛上 错,其实古代神秘英雄他留下了两把断剑 你们难道不好奇第二把断剑在哪里吗 众所周知,第一把断剑在烈焰星 如果你来过烈焰星,那么请点一个咋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,我们发现断剑非常的奇怪 没有消灭黑龙之前,它冒的是黑色的气息 但是当我们拨动它,就会召唤出黑龙 并且此时的黑龙它会进攻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可以使用武器,现在就把黑龙给消灭掉 但是小伙伴们你们看,当我们把黑龙消灭掉以后 这个时候看断剑,断剑上方的黑色气息居然消失了 在评论区中扣出8622,你将会知道 消失的黑色气息,究竟它去了哪里 那么被隐藏起来的第二把断剑,它在哪里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,其实它就插在了虚空幻影的身上 小伙伴们你们看,直接插在了虚空幻影的肩膀上 并且这把断剑断了,它还发着bling bling的黄色光芒 所以说迷你世界中的断剑有两把 第二把断剑插在了虚空幻影的身上,你们知道了吗 有点差异的东西 基本上最后一把断剑上的肩膀